前段时间明星马亦利接受环球人物的访谈 其中当被问道 你觉得娱乐圈环境如何 这个问题时 马亦利出乎意料地表示 娱乐圈是一个非常光明正大的地方 所有的罪恶和所有的美好 都暴露在阳光之下 比别的那些什么圈干净多了 我觉得我们就是最真实的一群人 这一番话其实有点虚伪了 所谓的娱乐圈早就已经乌烟瘴气 这不我们的阎王孙洪雷 已经多次在公开场合吐槽娱乐圈乱象 揭秘娱乐圈前规则 孙洪雷说 娱乐圈不是一个染缸 而你的心才是一个染缸 被名合力染了太过了 还说圈内有什么洗钱 洗钱是什么情况 表示一无所知 圈内其实并不是我们看起来这么的美好 谁可真啊 除了孙洪雷 成龙也说娱乐圈很黑 黑倒让大家害怕 但是我现在不能讲出来 因为这样我会遭到报应的 甚至是我的家人 所以我现在还不能讲出来 人们纷纷猜测 到底是什么样的娱乐圈黑幕 连成龙大哥有声之年 都不敢公知于众 于是小编根据香港娱乐圈 这些年公认的未解之谜 来猜测成龙可能将要公开的事实 当然这些这是小编的个人猜测 女明星 两子再一次采访中谈到贤规则称 娱乐圈很现实 不红就没有资源 不够红资源也没人家好 怪不得大家挤破脑袋都想往上爬 好的剧太少 抢的人太多 那你怎么能才抢到这个戏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东西 看来 娱乐圈真的不是一个圣洁之的 这里本是艺术的殿堂 却被潜规则玷污 当我们在欣赏一部不影视剧的时候 是否知道这一树的背后 魔鬼却与天使共舞